2013年4月的时候啊 当这个ISIS这个巴格达迪宣布重组 我们以前说过的那个 以前的那个美国国会的那个助理穆斯塔法 他不是后来作为一个在自由军的这个 在美国的代理人就是游说嘛 游说团队吧 他呢 这时候啊正从这个土耳其南部的一个省 叫海塔塔伊 就这儿 这是穆斯塔法 塔伊 塔伊就这个红的这个地方 他呢就从这个塔伊的边境啊 找了一个那个 他经常从这儿通过的 有一个铁丝网上有一个洞 他溜进去了 他呢在这两年里啊 来回在这个地方穿梭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 这个北部的一个角落里边 而这儿呢是这个叛军啊 就是自由军 嗯在这儿呢从这个阿萨德手中 嗯夺取了差不多有一年了 所以呢在他这时候呢他完全可以轻松的就在这个地区啊 就这儿 叫柯 柯贝特 阿尔寺 阿尔寺 一个小村子 在这里啊 他应该说在这儿建立了一个就是算是叙利亚紧急任务组的一个基地 在这儿呢他就是负责呀 就是帮助这个在这儿 嗯因为战火啊 已经伤痕累累受到重创的镇子的基本建设的一个恢复项目 嗯一开始呢肯定是重建这个警察部门 后来呢他又跟当地人呢商量 帮助呢这个建立了一个解决这个小纠纷的一个地方法官办公室 就是这次来啊主要就是想商谈一下 在这儿呢把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呢框架给建立起来 而在这个商谈会上呢他没想到的事 他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就是穿的啊光鲜亮丽的 是一个律师 自己说自己呢叫穆罕默德 而他代表的客户啊 对这个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的这个司法管理非常感兴趣 所以呢他们过来要表达他们的意愿 而他就面对着来参加这个商谈会的那些记者 直接就宣布我来我的客户我代表的是伊斯兰国也就是ISIS 当时所有参会的这些每一个人都被吓坏了 这里边有美国的有基督教的有穆斯林的这个神教人员 这些人啊就是在这一年中在阿萨德政府军撤出以后 是由他们正在这个非正式的就是因为没有经过选举嘛 在主持管理着这个城市的工作 这个律师啊穿着西服看着眉清目秀的大概五十岁左右吧 他在这次这个会议上几乎没说什么话 似乎呢主要是来听的或者是来做记录的 只有一次啊他就插了一句话 说他的客户啊倾向于用伊斯兰教法来管理城市 而不是由那种世俗的法律准则来管理 大家呀谁都没接他的话 因为呀都觉得你这个代表的那客户啊 你那个代表方那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最终这个男的还是离开了 但是呢他的存在让每个人心理上都留下了阴影 这不仅仅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ISIS在叙利亚不光是存在了 而且证明他们已经打算在各个层面上都要参与治理了 穆斯塔法呀应该说为了这个叙利亚 已经工作了两年了 对这个叙利亚内战的参与程度啊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最后参户的这么深 这次的这个商谈啊应该说他认为是一个不祥的转折点 这个美国呀好像一直就不打算干预这个叙利亚内战 这也让他感到很绝望 他把这个时间啊大部分都花在怎么去说服这个美国政府 怎么能够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呢 来改善这个叙利亚人的生活 但是啊总是进一步然后就退一步 因为啊这个反叛军这里边啊太多的团体了 太多的派兵完了呢各种的内讧 再加上啊就是阿拉伯国家的这一箱箱的现金啊 反而助长了这个普遍简直是令人窒息的腐败 另外呢就是日益扩大的这个教派分歧啊 分歧啊也阻碍了各种的合作 就是谁都不想服谁 谁都想当个头 甚至啊就是报复性的残忍的互相屠杀 而ISIS呢用他们的这个伊斯兰国司法系统啊 直接把这个现有的法院啊警察部门直接就替代了 结果呀这也闹得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啊 你即便是温和的这个反叛军 也赢得不了西方的支持 因为他西方觉得你跟那些人差不多呀 你跟ISIS差不多呀 所以啊他们想赢得西方的支持越来越艰难 越来越复杂了 穆斯塔法呀 经常的会跑到这个叙利亚去 这穆斯塔法 呃 他对这个叙利亚 应该说是这个近距离的观察 他定期呢也跟那些叛军的指挥官啊会面 另外呢也接触什么记者呀 NGO啊这个外交官啊 另外就是那些有钱的捐助者 他都有联系 美国这个驻大马士革这个大使馆关闭以后啊 应该说穆斯塔法 是这个美国人想得到这个真实的 这个叙利亚的报告的一个最有用的窗口 你比如吧 嗯就是那年春天 不是阿萨德的政府军有过使用这个小规模的化学武器吗 美国当时呢就问这个穆斯塔法 你能不能找到你的联系人 你的那些反叛军的朋友 让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我们 拿到受害人的血液呀 呃组织样本呢 来进行测试 而穆斯塔法还真做到 2013年的时候吧 5月 麦凯恩 就是参议员啊 呃突然来到了叙利亚 他呢要见一见这些叛军的指挥官 呃大概有十二三名吧 穆斯塔法就是帮他联系 麦凯恩呢就被护送的啊 通过了这些自由军控制的这个边境口啊 然后来到了自由军指挥中心的那个小楼 他呢就面无表情的在那坐着 而这个前面呢 这十几位叛军的指挥官啊 就轮流向他抱怨 说华盛顿呢拒绝向他们提供武器 特别是就是阻止阿萨德 轰炸平民所需的防空导弹 他们需要枪支和弹药 可是呢他们现在收到的啊 除了就是那个你们平时那个多余的那军队口粮 就是这种口粮叫MRE 这种的啊就是你在任何状况下 你都可以拿来吃的那种塑料包装的 这个军队用的即时餐 就长这样 就是你看这里边就这样 就是你拿着就能吃 或者呢你给它搁在一锅里啊 煮一煮啊烧一烧啊也行 物烧也行 而且呢各种温度下啊 它都可以饮用 保质期还挺长 一般都是八个月十二个月 甚至啊有三年的 你比如说这次这个乌克兰战争 不是就发现了那个 呃十年前的即时餐 从这个仓库里边找出来了 也分发给俄罗斯的现在的士兵吃了 这个他面前面对的有一个叙利亚的这个叛军的指挥官啊就跟他说 说你们给我们这些你们是想让我们用那些披萨饼去打那些飞机吗 后来啊麦克恩这个回忆说 他那天遇到的这十二名军官中 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 其余的全部都战死了 说这么多啊 其实我现在就是想跟你说 这个打这个仗 嗯 哎说半天 真的非常无奈 你就是打赢了 最后的这些武器落在谁手里边 完了各个派别怎么解决 真的没有人敢给这些人武器 到底谁代表正义 不知道 麦克恩呢 回国了以后呢 也跟这个记者呀 电视记者说 说我们应该改变游戏规则 在这儿建立一个安全区 出兵保护他 像叙利亚境内啊 我们平定的 我们认为的那种正义人士 或者说我们认为的这个正确的人 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 但这只是麦克恩呢 他也就是个参议员呢 在白宫 总统是依然的坚定的坚持认为 向叙利亚输送更多的武器 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奥巴马呢 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啊 我不认为啊 这个地区啊 比如说这个 我们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来帮他们这个 惩罚阿萨德政府 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当然了 除了这个阿萨德 他破坏了底线 使用了化学武器 那我们将不得不 这个采取军事行动 穆斯塔法只好呢 告诉了他那些 气急败坏的关系人 那些朋友 华盛顿不会给他们 提供任何帮助 这时候的内战呢 已经进入到第二年了 局面啊 全面的陷入僵局 平民的痛苦 无端的加剧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是这个暴力死亡啊 来自多方面 你说不清 这个到底 失害的那一方 是哪具体 哪一派 比如穆斯塔法吧 他呢 就认识有两个NGO 这两个NGO呢 也不是这个 真正NGO 他是这个 给NGO工作的叙利亚人 结果呢 被阿萨德的 这个部队给抓了 然后就直接杀害了 另外呢 还有两个他认识的 那个年轻的工人 就是在ISIS的检查站 被拦下了 结果发现啊 这俩人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啊 里边的这个文件证明呢 他们也是这个受雇于一个NGO NGO其实就像什么呀 就是非盈利的这个慈善机构 哎 就是救援组织 结果 这两个工人 也直接被处决了 而这年的夏天呢 阿萨德 真的用了化学武器 袭击了大马士革郊区的 那个叫乌塔的地方 可是啊 这个事件 也就是 只是短暂的 引发了世界 对西方军事反应的期待 美国这个情报机构呢 就 发了证明 这个证据 显示呢 阿萨德的军队 确实在8月21号 向军民区 发射了沙林毒气罐 奥巴马呢 直接在电视上就说 他要惩罚阿萨德 因为他越过了美国 给他划过的那个红线 可惜啊 这个他提出来的 这个空袭阿萨德的 这个决议啊 直接没有得到 这个国会的政治支持 拒绝了 否决 而英国议会啊 大概也是 大家认为的 唯一会跟美国站在一块 去这个打击阿萨德的 这个卡梅隆 他们提出来的类似的提议 也被这个议会给否决了 也就是后来呢 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奥巴马呢 才成功的 与这个阿萨德 达成了一项协议 把所有的化学武器啊 从叙利亚境内给移出去了 军事干预 这个前景 再也没看到 直接又找不着 给弄到哪儿去了 而这个叛军 等于又被出卖了 在这个叙利亚的 这个叛军的领导层里边啊 就是各个团体吧 这时候对西方的期许 已经消失了 很多之前比较温和的 那些自由军的组织啊 干脆直接投降 加入到了伊斯兰国去 至少在那儿呢 他们能拿到更好的薪水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